封印研究 想不听 想要坚持她自己要做的事情 不愿意听进去 我们给她的建议 她觉得她已经长大了 Defair運用兒童心理發展領域十多年的經驗 以及累積了四千多個孩子的教養個案 打造專屬教養小幫手教養app 講那麼多遍都沒有用 然後也很氣他講那麼多遍怎麼都不聽 很疲倦同一個問題會一直不斷的發生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透過手機下載app 寶寶媽媽們可以診斷出孩子的行為模式 並且去了解孩子發生這個狀況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教養專家也會給媽媽教養建議 寶寶媽媽去做到目標的設定 每一天去做到執行 就可以看到孩子每天不一樣的進步 這些問題就是感覺還蠻細的耶什麼都有 我看到了一個講都講不聽 所以我就覺得趕快勾五分 現在接下來這一個月我就是希望說不要把自己逼得這麼緊 多給他一點點歡愉的時間讓他慢慢來 也讓我自己不要覺得好煩喔 你怎麼不趕快去用 你這賴皮耶你剛剛有玩啊 是你的 你怎麼不趕快去用 一起收 可以用嗎 多看一點繪本 多看一點書 所以我希望說從今天開始 我每天跟他念繪本的時候呢 都可以跟他討論一下 他覺得書中的這些人想法是什麼 藉由討論我看可不可以更了解他 他其實真的給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議 可是這個就是變成說要 我們要自己消化 然後看可不可以一個一個執行 我希望他能夠把我 就是當做什麼都能講 然後我也希望我們就我們兩個可以就是 他能夠理解我的用心 我也能夠理解他的情緒 因為他有時候會不願意講他生氣在哪裡 他覺得你應該要懂 但是我其實不懂他到底要生氣什麼 就是我希望他能夠更清楚的表達自己 希望我能夠理解他這樣子 來 好 摸 好 摸 我們要先整理好地方 可是這樣是有多在前面嗎 好 有了耶 這次貼囉 我們來到悠悠娃娃家來驗收成果 一起來看看吧 那娃娃使用完跳仰之後 有什麼樣就是覺得很大的改變嗎 我自己也是可能因為有時候太急 所以就會太激動 然後我一激動就會導致他也很激動 帶他去嘗試了很多新事物以後 就會發現喔 造了那些建議 好像有讓他可以有多一些管道 可以抒發他的情緒跟他的一些力氣 跟一些經歷 情緒上就不會起伏這麼大 職業婦女不外乎就是 時間比較少在陪小孩子上面 我能夠理解他每次我們下班接著他回來之後 他都很想讓我們陪他 多陪他一點 可是不可能就是回家之後 什麼事情都不做就是一直陪他 他就會用他很多的情緒反彈在於 就是我們不陪他這件事情 可是我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只是覺得說 就是很容易激動啊 很容易什麼 但是APP的建議會有一些教養的解析 就會讓我知道說 原來其實他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希望我們注意他 陪伴他 他跟我們一起做家事 那他也覺得他有參與到 也沒有覺得我們不陪他 那他也變得 這個月也變得慢慢的很喜歡幫忙 針對小孩子的優點啊缺點 或者是他整個個性行為 他都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覺得最讓我驚豔是 就是他可以向老師問問題嘛 那我原本以為問問題可能老師只會就是 用一個籠筒或者是文章的內容回給我 老師的回答是非常非常長的 我想說老師超級認真在回我問題的耶 老師回的文章我看完以後我就覺得 天啊對沒錯就是這樣 好那我一定要朝著老師的方向做 就會不會覺得很茫然 感覺有一個人在教我 他現在可能某一些就是個性行為啊 看了解釋就是你可以明白 他是從小時候到現在 可能我們對他的一些方式造成的 那因為現在才一個月而已 既然他都已經有就是進步 我已經有看到他的改善了 我就覺得說哇他有改善了 那我就會很好奇說那我今天再 再進一步去做一次之前的測試 有沒有更多的建議更不一樣的建議 然後可以帶領我跟他去走下一個階段 我就覺得每個月每個月 這個APP都會給我不同的建議 而不是就是死版的那種書跟文章 這樣我就覺得很棒 這樣子我就不會這麼茫然沒有目標的感覺 所以我就很希望我可以繼續使用他 因為蜘蛛人的蜛黃色 蜘蛛人的蜛黃色 蜘蛛人的蜛黃色 蜘蛛... 蜘蛛效果 蜘蛛感辰蜘蛛 蜘蛛有蜛 蜘蛛 蜘蛛